今天的海真的挺不錯的 哇 有人種魚囉 蠻大的感覺 欸 到底是什麼魚呢 他正在努力拉扯中 我看到了,已經浮上水面 看來四圍石斑 這圍的體積大概40公分 還不錯 現在換上面沉底的種魚了 在下面都能聽見出現的聲音 有聽到嗎 真的有大 好像魚沒有力了 究竟是什麼 各位先來猜猜看吧 這邊真的是一級戰區 常常積滿人 釣到魚真的要閃來閃去的 這邊奉勸大家 裝備要穿滿 時差有人不小心摔下去 可就不妙了 魚快上岸了 我們看一下吧 真的拉超久 不知道多大 旁邊的大哥王子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像還在出現 聽說這位大哥是用海蟲 不是用鐵板的 所以應該不是什麼水面上的魚種 還在拉扯中 隔壁的也讓路 究竟是什麼呢 希望不要到岸邊就掉了 這樣可是很幹 什麼東西呢 這邊有個壞處就是人很多 重雨難搞 大家真的要閃來閃去 就只能互相體諒注意安全 好像真的有蠻粗的 過一個下午 中大雨真的值得 快靠岸了 現在重大雨真的是種奢望 出洞拉王 挺重的感覺 真的還蠻大的 白鴿 這是 白鴿 蠻大的 三鴿這裡一顆一顆 另外一邊種什麼鴿鴿勒 你不要鎖太緊 不要鎖太緊 對阿 不過你肝子夠軟阿 所以是還好 按起來就中了 對阿 你要不要給我喔 好 呵呵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耍沒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此刻又有人中雨了 真的是很熱鬧 一直中 從右邊拉到左邊去 真的很厲害 這尾真的也蠻大的 不知道中的是什麼 希望是別的魚種 他一直往外拖 他好像是個爛槽 大爛槽也是沒有用 這邊的大爛槽真的很多 多到掉步 剛起了一尾隔壁又中了 您看有多會咬 黃金時刻果然不同方向 通常黃昏到了就是大搖時間點 往往就是在這一兩個小時之間 這位仁兄感覺像是新手剛中雨 請隔壁的大哥幫他記錄中雨的時刻 正在學習手機錄影的方式 不怕大雨噴掉 雨慢慢的又往右邊拉過去了 刺激的來囉 超級熱鬧 有人終於大家都很期待 順便可以欣賞一下黃昏的梅啊 這種釣魚真的也是蠻不錯的 這種釣魚真的也是蠻不錯的 就在此刻 Edan傳來好消息了 蛋 這個就不用叫我了吧 哈哈 捕獲小石狗公一尾 走近一點看看吧 上面的到底是種了什麼魚啊 蛤 應該也是一樣的 魚種 大籃操 一等又種魚囉 這是什麼呢 蛤 牛尾啊 欸牛尾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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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魚種 都是大籃操比較多 漸漸也起風了 風越來越大了 那魚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那我們看下去吧 風越來越大還是受幹 下回再站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以及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這裡結束 צ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